2020年的12月13日,在全世界有7203万3千多个确诊,增加了58万2千多,死亡方面增加了9800多日,去到161万03百多,最多的确诊地方仍然是美国,现在增加了18万1700多个确诊,去到1650万070多。 死亡方面,现在增加了2千多人,增加了30万4千多人,现在增加了30万4千多人。 现在大家看到,美国近期的新增确诊和死亡的国外,我们看到死亡已经超过前面那些第一第二波,所以现在那边的情况是非常严峻的。 接下来我们看到,第二个确诊地方就是巴西,43000多个,去到688万多。 土耳其,29000多个,去到189800多。 俄罗斯,28000多个,去到262万多。 印度,现在增加了27000多个,去到985万4000多。 德国和英国都是21000多个,意大利19000多个,法国13000多个, 乌克兰,墨西国都是12000多个,波兰11000多个。 以上有12个国家,它的新增确诊数目是超过了1万的。 接下来还有荷兰等等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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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